五岁男孩在玩滑梯时 和另一名孩子发生争吵 怎料对方家长见状 二话不说就冲上来 给了男孩一耳光 外加一脚 男孩父亲见状勃然大怒 随即就和对方打成一团 直至那名女家长不讲武德 还干脆喊来丈夫参与战斗 兵先生双拳男敌四手 被打得节节败退 围观家长见此情况 立即上前劝架 殊不知这对嚣张夫妻 已经打红了眼 面对劝架者也用拳头回击 当时那名劝架者被打后 也来了脾气 踢丁先生踹了对方一脚 一瞬间1V2的战斗 上升到了2V2的混战 为了不让事情恶化 围观家长合力将四人拉开 这才平息了这场纷乱 事先出手打了孩子的那名女家长 或许是自知理亏 随后趁着丁先生不注意 逃离了现场 丁先生为了保险起见 先是把孩子送往了医院 随即就找到媒体协助 帮他找到涉事家长 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 然而既然我会帮助 手门 反正 反正 闪 悠门 灯